第一個 數列同學不是非常陌生完全陌生像國中就有 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那其實數列 這兩個只是眾多數列裡面的 其中一項 像還有 街差數列 還有費布納西數列 還有 群數列 等 所以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數列 那等差 跟等比只是眾多數列裡面的其中 兩個最特殊 那在國中同學稍微有學過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們把一系列的數用豆點分開 就形成一個數列 數列中的每一項 稱為他的項 第一項 第一項或稱為首項 一開始 dk 個數我們稱為dk 項 第二 有限數列 有限數列 無限 無窮數列 當然如果 數列是有限 我們就稱之為有限數列 數列有無窮多 像老師如果把 一 二 二 四 八 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不斷地一直唸下去 無窮數列 當然也能夠 所以數列有很多項 所以數列有很多項 還是有限的話稱為有限 有限數列 否則稱為無窮數列 否則稱為無窮數列 填上無窮兩個字 數列的最後一項 數列的最後一項 例如a3 代表第3項 a7 代表第7項 代表dn項 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dn項是an的數列 所以通常在數學裡面 我們會用一個引號代表某一個數列 所以這個空格同學填 an 數列是一個函數 定義率是n 畫起來 沒有 第3.7項這件事 也沒有第 第0項也沒有第3.5項 當然也沒有所謂第根號二項之類的 所以我們的定義率是自然數n 這句話 可以理解 a1對第1項 a2對第2項 a7對第7項 對一個數列an來講 a1 a2 a3 一直到an 其中 a1 a3 稱為他的一般項 a1 a3 稱為一般項 這個填一般項 一般項 一般項通常 具有表達每一項的功能 像你要表達基數 带1進去1 带2進去3 带3進去5 2k-1 這個就表達基數 你要表達偶數 2k 類推 第2 等差數列 這個在國二第四側 就有色列 所以聽起來並不陌生 只是說高中 在加深加廣 等差數列的判別 a1 a2 a3一直到an 滿足ak加1 扣掉ak等於公差d的話 這個d是定數 則稱為一個等差數列 後向-前向等於公差定數 等差數列an 首向a1公差d dn向 國中就有的 公式 第5向加4個公差 第10向加9個公差 dn向加n-1個公差 前n-1個公差 前n向的總和 sn 也就是T型公式 有如 13579 這裡多2這裡少2所以這兩個加起來一樣 這兩個加起來一樣 所以你看有幾組 把他前後對調 上底加下底 上底加下底 首向加末向 前後對調 每一次都算兩遍 所以 之前就有首向加末向 乘以n除以2 總和公式 那你把an用上方這個a a1加n-1代 就會得到2分之n加2倍的a1加 n-1個公差 所以這兩個 當然要背 所以這個請同學要把它寫下 要背 那做 高中數學一定要經 不是只有多啦 金 寧願金不要 太多 金要精準 你不要做到一半 要算總和了 公式卡住了 沒辦法拿分 你不要算到一半 雙重根號忘記了 沒辦法拿分 所以 一定要金 高二 高二你聽起來高二好像還離你很遠 高二其實他們 高三一考完高二 他們都已經沒什麼太多時間可以 不習 有時候我講寒暑假 像你們 寒假今年一開始我就講寒假很短 其實寒假可以補強 其實盡量補強 那你 自己補強也可以 或者 怎麼樣尋求協助都可以 把 上册的綠皮書 有空白的拿來做 要金 就是說 你公式 邪律 遇到邪律怎麼做 點邪師是什麼意思 結局是 兩點是 好分別 我認為 一定要金 這樣你高三比較能夠 至少在你會的領域 全部拿分 就已經很漂亮的分數 這個會一點 這個會一點 有時候 遇到環節 講到幾何學你要用直線 搞不定 要用點到直線距離搞不定 那就很麻煩 再來隔壁第二點 第三點 假設ABC是乘等差 V是他的等差中向 V-A 這個是公差 C-V 這個也是公差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 V等於二分之A加C 所以這裡 這一格填 二分之A加C 這個在我們 國中就有介紹跟認識 稱為等差中向 然後第四個 如果三個數乘等差 如果三個數乘等差 不排除可以這樣假設 不是絕對 但 可以這樣假設 中間向立馬 可以算出 A-D A還有A加D 那四個數乘等差 那四個數乘等差 A加D還有A加3D 但是你這樣假設 你得注意 公差是2D 你心裡要有 稍微有譜 公差是2D 被租在旁邊 所以從數列到等差 有幾個 兩三個說明例 我們先帶領同學 先一起來 那個 試試看 請看例題 第一個數列A-N 滿足A1等於2 A-N加1會等於 1-A-N分之1 那請問A2 A3 A4 還有A88 A88 這幾個分別是多少 那A2 A3 A4還簡單 那一下子跳到 跳到A88 可能 有一些 規則性 我不敢講規律 因為規律有固定的形態 搞不好有一些規則 X2 X3 X4等 找規則性 或者這裡的規則性就比較廣 規律性 循環性 都有可能 不確定 所以一下子 所以一下子跳到A88 找規則性 後向受到前向的影響 這種稱為 這種稱為 這種稱為地毀關係式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度 A2就等於 1-A1分之1 也就等於 1-1-1-1 那A3 等於1-A2 1-1-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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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4 等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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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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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所以这样看起来 A4回到A1 那A5对 A5之于A4不就等于A2之于A1 所以第二度 因为A4等于A1 所以A5一定等于A2 A4之于A1就等于A5之于A2 对不对 2对1 5对4 可见三个一循环 所以透过这一个我们找到它的规则性 是具有循环性 所以A1可以对A4差三个 看起来也可以等于A7 A2等于A5 看起来也会等于A8 点点点 所以题目所要求的代求 函数A88 除以3于1 87被3整除 除以3于1 所以对A1A4来讲 A1A4来讲 等于A2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